-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布最新亞太區貪污及行賄調查報告 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雙雙被評為貪污及行賄罪猖獗 中共不顧民意在一片刀下流人的呼籲聲中 突然觸死瀋陽小販夏俊豐 令大陸民眾對中共政權陷於更深的絕望 也使民眾的憤怒接近爆發的臨界點 這幾天網上的怒吼咆哮聲持續高漲 民間團體也正在組織發起紀念活動 香港政府今天公布劃定貧窮線的標準 在扣除稅務和福利所得後 按去年的水平計算 本地一人家庭的貧窮線定於月入港幣3600元 四人家庭為14300元 五人家庭為14800元 據此估計去年香港有102萬貧窮人口 約佔總人口的七分之一 大陸山西焦煤旗下焚溪礦業一枚礦場 周六凌晨發生出水事故 目前已只有13人受困 截至傍晚沒有進一步救援資訊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